凉拌洋葱,很多人第一步就喜欢先放盐,那你就错了,难怪做出来不好吃,以后你就像我这样做,香辣脆爽不油腻。 首先用拨纹刀把洋葱切成拨纹片,切好后把洋葱抖散放进碗中,再加入一大勺白砂糖,转拌均匀,腌制10分钟。 用白糖腌制过的洋葱可以更好的去除洋葱里面的辛辣味,而且吃起来会更加的脆爽。 腌好后加入适量的清水,把这个洋葱清洗干净,洗去里面多余的糖分。 然后加入黄瓜、木耳、香菜、小米辣,88粒花生米。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瓶凉拌汁,加入一点就可以了,别的所有调料都不用放,无论做什么凉拌菜都非常的好吃。 最后翻拌均匀,即可开吃。 这样做的凉拌洋葱清脆爽口,大鱼大肉吃腻了,来上一份这样的小凉菜。 特别的清爽解油腻,全家都爱吃,喜欢就收藏试做吧。